那我們就揭曉獎項吧 獲得第29屆上海電視節 最佳男主角獎的是 胡歌 繁花 獲得了胡歌 恭喜胡歌 皮尾會的評語是 繁花中胡歌的表演 用個人獨特的生命體驗 豐富了角色的性格內涵 充滿激情 而又含蓄運介 從容不迫地勾劃出 人物成長的精神軌跡 好 謝謝兩位班展嘉賓 謝謝游泳志 張曉斐 謝謝你們 來 胡歌 請發表獲獎感言 首先我要感謝 巴玉蘭的各位評委 把這份榮譽給了我 同時也要感謝騰訊視頻 一直以來無條件的支持 我想今天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把我心目中的一份 長長的感謝的名單 能夠在這個舞台上 有機會可以念出來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了 演員是整個劇組裡面 最幸福的一個職業 所以沒有你們 我今天不會獲得這份榮譽 首先要感謝王家衛導演 她是繁華劇組的靈魂 她成就了劇組每一個工作人員 包括演員的成功 我要感謝鮑德西老師 感謝製片人彭基華女士 感謝我們的編劇秦文 感謝美術圖男老師 感謝金淳宇老師 感謝陳誠 然後我還要感謝今天 沒有來到現場的 我們的分組導演 李爽 程亮 陳真 感謝造型師陳顧芳老師 我們的服裝指導 董東老師 感謝陪我日夜奮戰的我的團隊 感謝我的家人 對不起 我今天 其實我今天沒有特別想要說的 除了感謝 就是感謝 謝謝 謝謝胡哥 真替你開心 恭喜胡哥 時隔八年之後 再次獲得白玉蘭最佳男主的櫃冠 此時此刻呢 導演組為胡哥準備了一份特別的禮物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禮物 胡哥 自己給大家說一說 這條圍巾背後的故事 是 《繁華》在開拍之前 向全社會徵集道具 我當時也給劇組送了一些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 和珍貴的物件 其實是我母親生前留下來的一些 比如他的衣服 融線 包括他用過的縫紉機 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把這一份 再也回不去的記憶 可以通過影像能夠留下來 我很感謝導演給了我這個機會 也讓我實現了這個願望 其實這條圍巾就是 用我媽媽之前沒有捨得用 一直存著的那個融線支撐 真好 大家看到在電視劇當中 寶總的初戀情人雪之 第一個鏡頭一面 走過來的時候 雪之的圍箔上 圍的就是這條圍巾 所以寶總這個角色 這條圍巾 不僅僅是胡哥 對於表演所付出的一片真心 更是凝結了他的母親 對自己兒子的一份期待 我記得胡哥有一段時間 因為母親的病情不太穩定 她謝絕了所有的拍攝 只在上海演話劇 我印象當中這一年你演了三部話劇 所以當時我跟她開玩笑說 這一年是胡哥的話劇年 其實我第一次見王家衛導演的時候 我母親還在世 我回去以後我很興奮 我跟她說我見到王老了 我有可能會加入她的劇組 當時我媽媽就跟我說 那你不要讓人家失望喔 然後18年的時候 我當時在武漢拍戲 那個時候 母親的身體狀況不是特別好 我就想說先不接戲了 然後Jacky 彭其華 我們的製片人 她專程到武漢來找我 她說你應該加入繁華劇組 謝謝 所以我相信胡媽媽在天上 一定會知道自己的兒子 演了這麼一部好劇 演了這麼一個好角色 胡媽媽媽一定會感到特別的欣慰 嗯 祝願胡歌 永遠為我們輸出巔峰演技 永遠懷著一顆赤子之心 永遠用你的作品 像這條圍巾一樣溫暖人間 再次祝賀胡歌 請入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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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OOO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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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美了吧 今天 我第一次看到你穿成这样 来 欢迎我们的主唱们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各位 首先我们要祝贺 繁花收获了本届白玉兰的 九项提名 我的妈呀 想问一下我们的胡歌先生 因为之前看您的一个采访 说参加繁花 就不像是参加了一部剧 感觉是从繁花的一个电影学院 已经毕业了 那我也想问一下各位演员 毕业之后各位学生的收获 和感悟都有哪些 要不一个一个来吧 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 其实我觉得各个公众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些收获 我们先从 从这边女生开始 先从您这边 我觉得收获也太大了吧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今天 竟然能够站在白玉兰的 这个提名的这个名单上 我觉得就是我人生 40年来最大的收获 我的天哪 我的眼泪掉出来了 好 我要把我的情绪收一下 给董勇老师 在比较充裕时间的拍摄周期中 我的收获是我觉得王家卫导演 让我认识到推敲这个词的分量 当然推敲也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推敲过后一定是更好 谢谢 我觉得如果要说到收获的话 一句话真的讲不完 我觉得就像田田刚刚说的 能够站在这里 就是我很大的收获 并且所有的整个过程 都非常的享受 可以说是莫大荣幸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百克利 你有看过《反华》吗 我的上海话就是跟你学的 我就想问这个 因为我是你的粉丝 我经常看你的那个 说上海话的那个视频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你是不是看了《反华》以后 你的上海话就进步了很多 我反而是推不了 我推不了 所以我想说 可能这也是《反华》这部电视剧 给我们很多的观众带来的收获 就是说因为这部剧 我们喜欢上了上海多多的城市 也喜欢上了上海的文化 我去了《反华》之后 《反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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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到《反华》之后 马了《蝴蝶鼠》 可以 好巧 我给你了 好 我们请鲍老师 鲍老师 鲍老师其实今天我看到 我也很激动 因为小的时候看您的广告 给我照亮了摄影之路 鲍老师您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反华》是个大学堂的最关键是 我们有最呵护我们的导演 因为他会珍惜我们每个演员的表演 会珍惜我们摄影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光线 每一个色彩 包括了前期后期 我们都是被保护着 所以他向我们的校长一直带领我们 《反华》有今天的成绩 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兴奋 也很不容易 说两句吧 因为都是各位的付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么优秀的作品 对 大家都很优秀 都是在这个大学里面 我是里面的主任 是不是 这个普通话还是要多看看繁华 好 来 希望接着还有研究生和博士生可以读 我还要问问校长有没有毕业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毕业 精益求精的态度 谢谢王小长 能拍摄《繁华》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好 好 就网友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因为保总不是一个人 是大家一起的保总 那如果让你在繁华当中不演保总的话 其他的男性角色让你来挑选演绎的话 你会想尝试哪个风格 看过《繁华》小说的书名一定知道 还有两个人物没有在剧里出现 那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非常想要挑战一下小毛 小毛 好 好 董勇老师 因为你在这一部剧当中 其实打破了我们以前对您的一些印象 所以你之后还会尝试这种 有点让我们看得很开心的角色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我去演陶陶 因为我想飞得更高 但董老师 今天咱们是白玉兰 我对您的那个口音特别着迷 是 如果用您的口音来描述一下 今天来白玉兰的心情 对 会怎么样 真当是了不得了 描违繁华 有没有 嗯 感到老好啊 再次欢迎各位啊 也希望今天晚上对于繁华来说 是一个收获的夜晚 谢谢各位 好 再次恭喜我们的剧组的所有主创 你们值得 来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繁华剧组 谢谢 加油 加油 各位 听到我们的签名版前 签名留念 谢谢各位 真的 这么多年了 范甜甜 我也第一次看你穿得如此 美餐多目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介绍 夜员范甜甜 梦想还是要坚持的 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对不对 只要有梦想 终有一天会收获幸福 对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